今年有沒有劇拍? 暫時未有 未收到通知 不是這樣的 今個月未有 或者下個月有 永遠都有個等待和希望 那有沒有劇本在看? 未呀 未有 是啊 那你今次這個節目 就說會都在拍? 其實剛剛禮拜開始拍 差不多要拍兩個禮拜 但很快就播了 是啊 很急啊 是啊 很趕啊 那你女兒和女兒結婚首 有沒有問問她? 她這麼大一個人 她樣子小而已 她年紀不小 她這麼大一個人 懂得處理的了 應該她還可以的 是啊 那今天有一則新聞 就是說童韓法師 童韓 童韓法師食用 你說是你跟她學法的嗎? 其實我沒有正式跟她學法的 只不過我們是因為在慈山寺 我知道她是主持 那我就進去做義工 那你怎樣看這件事呢? 因為今天每個人都要擁抱她 我想我不是一個好的身份 去評論一個出街人 還有 我想一個人她做的決定不等於整個宗教 是的 我只可以這樣說 那我看前一陣子 是否鄭惠 鄭惠 鄭惠 是的 都播了你的片子 說你的生活歷程 有轉變 那些 那些 我覺得很想你眼神 都很開心啊 那些 會不會因為這樣 都會滲透在這個節目去分享 有啊 有啊 因為我們的節目 是很正能量的 因為是講一班義工的 那我想說 其實 我好像很大膽這樣說 是我去散發正能量 其實原來 那些正能量是受惠者給我 哦 是嗎? 是啊 那你現在有沒有做過一個案子 都可以分享一點點 我剛剛做了兩個案子 一個就是 這個輪椅二載 那因為如果坐輪椅的朋友要出街的話 要麼他們就會搭公共交通工具 那但原來公共交通工具 他們不是那麼容易上到的 譬如巴士 只有一個輪椅的位而已 那有人坐了就沒有了 或者那些人上了 車的位置沒有 他又上不了 可能要等三四班車的 那或者是乘地鐵都好 原來他們要經很多電梯 才能下到月台 只要一格電梯壞了的話 他們都乘不了 那要怎樣呢 乘前一個站 載了一個站 下了車 再上回去 在另一邊再回頭 才可以回到家 那我覺得 原來我們以為是很理所當然的事 他們會這麼困難 但是他們很正能量的 是啊 他們全部都是告訴我 如果我哪天有需要 我就找這個機構 如果哪天有什麼需要 我就找那個機構 反而是他們給我很多歡樂 是啊 例如樓梯機 昨天我 什麼叫樓梯機呢 就是一部機器 就是安裝著人坐樓梯下去 或者上樓梯 就是給一些行動不方便的人 我跟他們說 原來如果沒有這些機構的話 他們就是抱著四面牆 因為他堂樓沒有升降機 就算有升降機也好 有些舊樓 就要走一層樓梯才到升降機 他都出不了街 看不到醫生 所以 還有那部樓梯機 我有試過操作 原來很重的 是不是 商場有些 不是 那個是傷死了 那個是推得動的 變成那部機器很重 要三個人 一個就負責抽 兩個就負責撞 我整個人覺得 為什麼這個世界 原來有這麼好的人 他們完全不問回報 還有操作的是女人 一個女士 其實做義官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你教小朋友畫畫 你勾一下東西送給老人家 都可以 他說不是 他第一 他見過一個五十多歲的男士 他因為 突然有一個疾病 中了風 他走不了 他說他跟他 這麼一年多 他覺得原來很無償 還有見到 如果我真的不幫他 他真的出不了街 他就立志 做很多的訓練 很多的練習 拿了個牌子之後再做這件事 是啊 我覺得這個節目是 我覺得很值得做 還有跟著我會去垃圾屋撿垃圾 去一郊道滅室 潛落水底撿垃圾 原來香港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義工服務 紫綫更多 因為他之前有六閘 我聽說他好像今天幫忙搬屋 所以他就來不了 因為他早上九點拍到晚上九點 你說他是閘閘都哭 因為你知道他這陣子 他哭一哭就哭了 不是 其實有些個案是挺感動的 譬如有個個案是 說陪老人家 善終服務 可能陪一個老人家 最後一段時間 可能一個月兩個月 到了老人家離開的時候 其實這個義工他需要兩年時間 去平伏自己的情緒 但平伏了他沒有放棄 他繼續去做義工 我很想知道究竟甚麼驅使他可以繼續 因為你知道情緒這件事是很困擾的 所以我覺得原來自己很渺小 真的很渺小 學到很多東西 我和紫綫都覺得我們是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其實現在我已經在做 我和甘比會合作 他出無端 我負責勾東西 勾一些小生物拿出來移賣 甚麼時候就要看我的進度 因為只有我一對手 我要勾勾 我現在勾了大約五十件東西 我的目標是 希望一百件拿出去賣 但你覺得勾夠一百件 也不是的 我談一下 或者先賣一些 慢慢陸續 因為這是可以一直這樣 循環的東西 但因為我之前又飛去大灣區 我自己去旅行 跟父母去旅行 所以就算我旅行也好 一邊在車內勾 手裡有些痛 但有沒有勾開甚麼 所時求的東西 小小的 可能是一個花 可能是一個冬菇 可能是一個杯箭 其實是一個因緣巧合 有個朋友介紹我 他說我介紹金比你認識 因為我自己有積的東西 但我不懂勾勾東西 我就說咦 我勾了之後 我發覺其實概念差不多 我就說不如我勾一些東西給別人賣 今晚還開玩笑 他說你勾得漂亮先到 你勾得不漂亮我們賣不到 一段時間我沒有找他 後來我勾了一些東西給他看 咦 你勾到嗎 我說我勾到 那好吧 我給你一些空隙 那你就負責勾 是啊 那好吧 你快點勾 是啊 我勾多一點 我現在做職女專門勾東西 哈哈 希望不是勾老 哈哈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